有中国人权研究会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今天上午在广州开幕 会议以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开幕式和大会发言环节后还举行了三场分论坛 来自俄罗斯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70多位专家学者积极建言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面对新形势下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要摒弃偏见加强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我们希望能够停止西方国家进行的人权武器化的这种工作 真正把人权保护落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 提出中国反恐去极端化化人权保护的主张 让世界人民能够接受这一观点 不论从国际还是国内两个层面来看 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都成为了国家治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广东台记者袁袁报道